Hello,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世界上最便宜的VPS2 我以前曾经给大家出过一期类似的视频 然后呢 在视频当中我没有进行测速 那今天我带大家不仅仅是购买 还要对这个服务器进行测试 看一看它到底值不值这个价格 这篇文章当中有几个促销的链接 然后你点击购买以后 会直接来到这样一个购买页面 在这里啊 它显示的是9.99美元 相当于10块钱一年 那这样计算下来的话呢 大约是5块多一点 到这个页面以后 如果没有账号 你点击注册 然后这里是全名 邮箱地址 这是必须正确的 公司选添 密码和重复密码 然后好得丢 在这里你可以填写谷歌 或者是我的网站地址 这个验证码不用说了 然后就点击创建账户 我在这里呢 已经有账号了 我直接登录一下 登录以后 还停留在这样一个页面 那么我们如果要购买 这样一台机器的话 我们要求账户里要有9.99美金 我们向上涨 点击这里 进行账户充值 在这里选择 这里有Alipay 我们就点击9.99 然后添加 这里要使用的是 你的支付宝邮箱 我就不再继续向下支付了 因为我已经购买过了 回过头来我们看一下 我这里的两台机器 第一个是一盒两G 然后它的价格是6块多一个月 这是SCR型号的 还有一台是VPS 也是一盒两G 50G的硬盘 它的流量也是ET 它的价格是17块多一年 这个就差不多是10块钱一个月 那么10块钱一个月 我们看一下 它的性能到底是怎样的 另外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小小的技巧 就是说我们购买了这台服务器以后 有很多人不知道密码是在哪里的 点击一下这里 然后点击账户 在这儿它有一个忘记密码 然后我们点击这里重置 注意这个重置密码 你认真看一下 我们点击重置 然后它需要重启 我们就点击yes 重置并且重启机器 这个时候 看 它的密码在这儿 然后你直接把它复制出来 点击OK 密码保存以后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用户名 以及刚刚复制的密码进行登录了 接下来我就要对这两台机器进行测试 在测试的过程当中 我找一个甲骨纹的一盒6G进行参照 就随便选一个一盒6G 甲骨纹的 我把它放到左上角 然后我们登录这两个 右上角是IS-C2的机器 然后我们再登录VPS 这个VPS我把它放到中间部分 现在我已经登录好了三台机器 分别是左上角的甲骨纹一盒6G 右上角的 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 叫做cloud.com一盒2G的IS-C2 这个是一盒2G的VPS 同样是cloud.com 好了接下来我们运行脚本 这个脚本我的博客当中有 如果有需要 你可以自己来找一找 我们执行同一个命令 感谢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拜拜